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苹果大賣 苹果十一大賣 而且不斷追加訂單 這個訂單真的有多雞 有多大 而股價又會怎麼反應呢 好 我們剛剛來介紹 在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財經專家謝晨諺 菁姐好 大家好 網保頭部總監 陳明璋 大家好 網路觀察家 朱學恆 各位大家好 以及財經專家 黃世聰 大家好 我們稍後也馬上會為您連線 王上志 還仍在香港 要給我們第一手的觀察 不過今天一開始先帶您來關心的是 地鐵已經連續兩天幾乎全灘了 香港經濟 我們知道在香港幾乎地鐵 是重要的交通命脈 所以香港經濟成了大輸家 而且在禁蒙面法頒布之後 已經有首例被控了 聲援者戴上口罩到場旁聽 禁蒙面法頒布之後 對香港而言 是讓整個示威的情緒有往上在升高 對 事實上香港的命脈就是地鐵 地鐵就好像香港的這個大動脈一樣 地鐵已經連續兩天癱瘓 你就知道說 對香港的經濟衝擊是非常大 不只店鋪大跌 整個精品業都受創 香港真的是超級大輸家 好 香港真的是超級大輸家 而這個禁蒙面法 波恩頒布了之後 是不是讓所有的示威者的怒火火上加油呢 等會我回到節目現場 帶你持續來做關係 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之前是機場關閉 現在連地鐵都攤了 對 事實上我們都要說 事實上你去香港玩的話 一定會坐地鐵 但是你現在連地鐵都沒辦法坐 顯然外面的觀光客 大概是不太可能進去 我們現在先給大家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就是油麻地在 你看 這些人士來說的話 戴著這個面罩 他們就開始在裡面破壞 他們破壞不只是破壞 像電梯也破壞 然後電燈也被他們破壞 不說 包括說像這個 裡面的很多玻璃 全部都被他們打破 甚至裡面的很多這個 買賣票的也都被他們打破 所以你知道 現在香港是這樣 修復的速度 來不及破壞的速度 所以港鐵在這幾天 開了又關 關了又開 好 那我們講 那手當其中 迪士尼以後也不開了 對 手當其中是迪士尼 因為迪士尼 對香港經濟其實還滿重要 他去年來這個香港 來迪士尼玩的人數 一共有670萬人次 那670萬人次來說的話 較前一年 事實上成長8% 那他一年光是 我們先講淨利喔 他光是這個迪士尼 帶來的淨利的話 高達60億港幣 那如果60億港幣都沒的話 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對香港經濟 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 好 那事實上 不只是這一次的這個衝 不只是這一次的這個衝擊 包括說因為 我們知道 香港的這個地鐵站裡面來說 都是香港最核心的地方 比如我們 我們以這個香港的這個 地鐵站裡面的這個店鋪來說 他每一品的價格 租金喔 都比中環 都比那個銅鑼灣 都還要更高 你可以看到 地鐵的店鋪租金 租金非常非常高 所以你可以講 他們光是這個 港鐵停駛一天 你可以看到 光是這個這個 這個損失來說的話 你看 營業收入是損失 3625萬港幣 那你看周邊的話 是損失大概 2239萬港幣 那街客人數 就少了486萬 還有這個包括說 電租金也少了 1212萬 你看一天就是這樣 這是一天耶 一天影響這麼大 對 所以一天就損失 幾乎是上億台幣以上 所以都說 事實上港鐵沒了 對香港的經濟 影響是非常大 那還不只是影響 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給大家講 因為香港的這個 這個港鐵沒了之後 你看整個 觀光客都不去那邊玩 因為大家去香港 最重要就是坐地鐵 沒有地鐵可以坐 那怎麼辦 所以你知道 現在整個香港的旅遊人數 是大幅減少 如果以最新的這個數字 11長假 他比去年 減少了86%的觀光人士 減少86% 對 那你知道 在這個第三季的這個狀況來說 因為很多店鋪都關 因為我們知道說 像香港的精品 像他們都在尖沙嘴 在重樓灣 像Coach Burberry LV 他們都關閉了這個旗艦店 那你知道 光是這些旗艦店關閉 第三季的香港的精品的業績 就下跌了30% 那你知道香港的店 這個精品也下跌了30%之外 你看不如什麼 很多這個香港的這個業者 他們原本 過去的時間 他們都去搶這個電租 這個地鐵裡面的電租 因為地鐵的電租很好賺 啊 我跟你講 地鐵人潮這麼多 人進來來來去去 一定是很賺錢 結果沒想到 這些電租現在變成是 因為第一個 他們電租都很貴 很貴 可能一坪 中校可能一坪的 這個就要700多 一坪換算成台幣來說 就要2萬多台幣 那在裡面的話租的 結果沒想到 他就說 因為地鐵人都被破壞 地鐵站現在都 有時候都關閉 關閉了之後 那些店鋪都完全不能夠做生意 那我說 那我還不如在外面 自己有這個店鋪 還比較好做 所以對這些人 對這些人士來說 他們認為說 那以後 到期之後 我可能就不願意在這邊 再繼續租下去 這個比較重要的站 比如說像尖殺嘴站 銅鑼灣站 這應該都是過去 非常熱鬧的站 對 那過去那些站裡面 人都很多 你看這個光是銅鑼灣 太子或是說這些站 人都很多 那過去你要在這裡面 你要找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 空位讓你租很難 可是你看 這是銅鑼灣現在的情況 對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 紅點 紅點那個是什麼意思 是銅鑼灣 銅鑼灣現在的 可以租的地方 至少在銅鑼灣車站附近 地鐵站附近有40個 好 我們回來給觀眾朋友看這個字卡 你就會發現 這個紅點就是 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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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都是大家要租要租 那你知道 空店面 對 原本 在銅鑼灣 對 原本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老店 叫蛇王二 蛇王二他其實在這個地方來說 就是賣一些蛇羹 還有一些這個 潤廠的一些產品 就你知道 過去十幾年的時間 他都說 他營業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他說沒想到這一次 遇到前所未見的衝擊 因為地鐵站關了 也沒有人來了 所以他現在 生意蕭條非常多 他說生意至少比過去的去年同期 減少40% 然後他就說 現在這個經營環境 的確非常糟糕 但是也不只是只有他這樣 實際上在銅鑼灣所有的商店 因為我們知道銅鑼灣 常常也變成是 這個包括說 反送中的人士跟警察 衝突所在的位置 那你看剛才我們看到一個畫面是 他們在外面燒 這個整個路邊 都被燒成這個樣子 過去人山人海的銅鑼灣 你看現在你到那個地方去 你看這個路上 這個就是在銅鑼灣站 銅鑼灣站 你看被燒成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外面 燒豬要瘦的 你看旁邊的這個body shop 在過去一定是觀光人潮 非常多的地方 現在完全沒有人到這個地方 香港現在真的經濟是非常非常的慘 好現在香港的情況到底如何 我們馬上為您做電話連線 上智 北京你好 我人在香港 那當然而且 因為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是在傍晚時間 那我現在還得要趕著 因為其實今天 星期一雖然呢 香港的地鐵 它開放了 可是已經先已經宣布六點就要關了 所以它是開開關關開開關關是嗎 對它其實就今天還是有開 因為畢竟今天還是要上班 但是它就通知說是六點就要關 所以今天就我所知有很多的 白頂跟上班族的公司 他們配合地鐵 地鐵的關係 所以大概在約末四點多左右 其實就已經陸續有的 就已經讓他們下班可以走了 所以也就是說 這一波對香港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而我自己呢 在周末回到香港之後呢 我就來 我當然在抗政的時候 我是不會傻傻地跑來 所以我今天白天的時候來看 我不得不說 以我1996年就到香港曾經工作 來來回香港 特別是這十年都住在香港 我這種鐵石心腸的人 我真的看來都是非常的心痛跟傻眼 那我今天去了幾個地方 首先我到了油麻地跟尖沙嘴去損材 油麻地尖沙嘴 對 那油麻地尖沙嘴 是星期六的時候抗爭很激烈的地方 那過去通常來講都是在 都是在那個港島 也就是說在灣仔跟通俄灣林比較多 但是呢沒想到 這次周末的部分 其實是在九龍半島 也就是說靠尖沙嘴跟油麻地 這個觀光客非常多 尤其油麻地是很多 中國觀光客很多的地方 那我到最早來看的話 真的很傻眼 其實雖然說地鐵的部分 有點恢復 但是還可以看到它 燒灼在地鐵口的痕跡 非常的驚人 然後呢 我過去固定是習慣在油麻地的 一些銀行在那裡 因為旺角人太多 結果呢 我去了幾個 包括中國銀行 或幾個中資銀行 其實都被 店都被砸了 所以現在ATM也沒辦法領錢了 很多地方沒辦法領錢了 尤其是中資銀行 其實就是被砸 然後我也聽說有一些店 那我自己看到 大概都是跟中資有關的一些商店 另外當然星巴克都被砸得很嚴重 我聽說大概是所有主要星巴克的 在地鐵附近星巴克 他即使拉下鐵門了 還是照樣被砸 那所以我覺得 那星巴克當然 他背後的部分的那個港商 是因為他們先前 比較挺警察 有公開挺警察 所以大概就是 所以我也問了特別在尖沙嘴的一些好朋友 他們自己開商店跟開飯店的 其實說這一波的在沒有想到說對尖沙嘴 他們說對於這些抗爭的 他們現在都從他報名 所以這些報名當中出手這麼狠 而且已經說比先前的一些還有反送中的訴求 現在基本上在禮拜六禮拜天是逢店就雜的心情之下 他說這個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而且這一波影響所及 他們覺得雖然前陣子幾個月來已經影響了 剛剛士風所講的這些觀光跟店鋪 他們覺得這一波禮拜六禮拜天是真的 所有香港最集中觀光客 像千沙嘴 以及剛剛講在港島的銅鑼灣 這兩大最多觀光客的這一波大概真的就被寫起了 那所以我後來到銅鑼灣去看了一下 其實也是像銅鑼灣的狀況也是非常非常淒慘 就像剛剛士風講的我想我舉個例子 我有個好朋友 他開的店是在所有香港最重要的上海菜叫做牛圓 他在彎彎 他們已經四個半月 關店到現在四個半月 他是上海菜香港的第一名所有的觀光客有錢都會去吃的 他們已經四個半月不開店了 所以我們本來想說是不是要去高關一下 結果沒想到他們四個半月就沒有開 都是因為這一波的影響 因為他們的店的位置就在警署的 就是香港警察警署的旁邊 所以他們完全不開店 影響的深遠跟場景的這種 非常的殘酷 仿佛像戰後一樣的 我覺得真的就到現場看 才會感覺非常的 真的是臺灣話 好來上市 因為這一次最主要是來自於頒布了禁謀面法 禁謀面法頒布了之後呢 引發了香港民眾更激烈的抗爭行為 我不知道 要知道輿情的風向有沒有轉變 因為現在幾乎已經激烈到我們難以想像的地步 轉變了轉變了很明顯 我覺得這個當中從兩個角度來看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因為這一波 遊戲禮拜天與白天 這個當中所看到的部分 他這個衝突跟現在就很多一般民眾也稱呼報名了 那這裡頭怎麼說呢 雨前的轉變我們看 最明顯的其實就是記者 因為在這次抗爭的行動當中 竟然有記者他們在拍這個過程裡頭 就是香港電台記者 他竟然就被抗爭年輕人的丟的汽油彈當中 就丟到他們身上就燒火燒起來 而且實際上是他們丟的過程裡頭 也不知道說是這些年輕人手沒力還怎麼樣 丟不準 竟然就直接丟到在警察陣線前方的這個記者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對於記者的衝擊 他們發現說 所以我聽到我的這些 我有問了這些媒體的朋友 他們說我不能用廣東話講 他們講的那個很不客氣的髒話 但是從台灣話意思就是真的不真正的意思 就是這些年輕人真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我就覺得媒體當中 對媒體當中 過去大部分都是同情的這些年輕抗爭的 包括學生跟群眾 我覺得在禮拜六禮拜天這一波有明顯的改向 這第一點 也就是說媒體有點轉向 媒體有轉向 那麼在抗爭示威者的團體當中 是不是也開始出現了撕裂和分裂的情況 沒錯 我覺得指標其實就是黎智英 那麼黎智英其實在示威當中 無論可能是出錢出力 特別是在輿論透過蘋果日報 以及傳媒集團大量的報導 從抗爭群眾這一方的角度來對抗港府 結果沒想到黎智英在星期間的下午 突然在他的臉書發布了一個聲明而且寫得非常長 他提到了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現在不是硬拼的時候 他提到說其實抗爭群眾要注意他們的整個抗爭群眾的道德高度 這個長期的抗爭主要要守住的是那個道德不能成為暴民 那他當然也指控說 而且應該是失控不就外面的人說失控 是抗爭群眾包括黎智英在內他們說失控了 所以他們要求要回到一個文明跟道德的高度 但是呢之所以會這樣呼籲恐怕就表示你已經控制不住了 所以才會這樣呼籲的 再見 好 謝謝上次給我們第一手的觀察 我們會持續的請上次幫我們觀察整個香港局勢的變化 不顯然香港的局勢現在是一天比一天危險 因為現在抗爭的動作是兼蔽親野 就是你只要有這個友中或者是挺警察的言論 連你整個集團會把你連根拔起 我們直接看數字你就知道 口頭說去說你可能沒辦法理解 整個九月香港的房地產 就是樓市一跌跌了20% 這個是跟YOY 它是跟去年在比的時候 一比就知道同一個時間點 同一個狀況 你跟去年一比 我們來看這個從量的角度來看 衰退了14.8% 從價的角度來看 香港樓市衰退了20% 20% 那你想那些富豪最大的資產都在樓市 而且更重要的是現在大家急著換現金 所以什麼東西不急就是急著變現 變現就變成是買方市場 買方動輒一砍砍你10% 15% 20% 而且賣方咬牙忍著要賣出去 因為他們認為趕快報的現金比較安全 否則其他東西都沒有用 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不被人家打掉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是 港幣在今年出現貶值來到 7.8441對1美元的價位 所以我們回來看 因為富豪的房地產大縮水 所以據說富豪的資金也開始大出逃 它的大出逃是趕快要拿錢換命 什麼叫拿錢換命 很多國家不是有所謂的投資移民 就叫黃金的這個 黃金簽證 對 就是意思就是你投多少錢 我就讓你進來 但先進國家往往有限制 譬如說美國的投資簽證 已經排隊排很長了 你現在要進去進不去 魁北克省加拿大魁北克省 只有1900個名額 你要搶沒辦法 所以很多人現在就想辦法要往其他的國家 在歐洲又有開放簽證 這種黃金簽證的國家 趕快往那個地方逃 其中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這個愛爾蘭 最熱的據說是愛爾蘭 對 因為愛爾蘭 它的那個代辦簽證的那個公司說 過去幾週馬上就有100人跑來找我洽商 而且要求就是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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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正重要的是 因為愛爾蘭對外國的投資移民相對寬鬆 所以他們要去的第一個安全的地方 先走愛爾蘭 當然其他有一些人想要來台灣 這個就是我們過去已經討論過了 可是世界各國都已經知道了 香港的富豪現在要往外逃 而且急著外逃 好 香港富豪移民意願越來越高 所以剛剛徐河談到 《泰晤士報》就報導 香港政局動盪著當地的百萬富豪 希望趕快快速移民到哪裡呢 愛爾蘭竟然是他們的首選 過去這八個禮拜呢 已經有100名港人 而且這些都是高資產的富豪 他們聯繫提供投資移民服務的一些財富顧問公司 而申請人取得居留權的門檻是至少必須投資 110萬美金都是好的人 所以才被稱為黃金簽證 這裡頭當然被點名的又是李嘉誠 因為李嘉誠早就安排好他所有的出國投資的做法 而且最重要是 他走就去愛爾蘭了 他重點反而放在英國 所以為什麼 反正就是大英國寫 大家往那個方向 英倫三島去看 那第一個 他不但投資英國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投資英國都是投資基建 Infrastructure 這個水利 電力 然後鐵路 所以他整個一買買下來 就是你基本上你只要在那邊要呼吸 要用水 要用電 全部長江基建守 連天然氣他都升進去 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不但投資 而且他投資非常賺 我們剛剛前一頁看到的 他的長江基建公佈的總收入裡面 大概有43.64%都是投資英國的基建而賺回來的 好 我們來看他到底投資英國哪些 包括剛剛談到天然氣 我們往下來看下一頁 包括天然氣 包括水 他的業務有投資污水處理 長江基建就佔他這個污水處理的相關設施 40% 另外有污水管 還包括什麼呢 天然氣 還有電力公司幫他賺最多 天然氣公共配網呢 就有三萬五千公里這麼圓 他的這個配線網 他的業務還包括電 所以他做的都是基礎建設 所以李嘉誠的長江實業 在這一次反送中的浪潮下 其實是被點名做記號的 對 他避險已經避完了 所以你就算點他名他也不害怕 講得更直接一點 連新鴻基 這個在香港非常著名的地產商 他也早就開始往外移 他這一次跟愛爾蘭的開發商一起合資 買了倫敦金絲雀碼頭 那個超高層的 金絲雀碼頭 那個超高層的開發商務 他叫Mill Harbor Quarter 整個計畫總值10億英鎊 也就是大概102億港幣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擺明要把他最重要的命脈 原來在香港是房地產 整個移到英國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還買金華區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在整個香港原來 他跟李嘉誠不一樣 李嘉誠原來什麼金融電信 他都分出去 但是新鴻基 郭氏家族 原來在香港就是房地產 所以這一次等於他把他的命脈 整個搬到英國去的時候 顯然就像燕子一樣 再也不會回頭了 好 現在的企業 特別是香港企業陷入兩難 我如果挺反送中的浪潮呢 我慘了 我會被中國點名做記號 但我如果太挺中呢 我也慘了 我會讓那些抗議的民眾呢 砸店砸企業 甚至列為拒絕往來戶 我們可以看到摩根大通 不是一個員工被打得很慘 摩根大通這件事情 第一個 他的前面有一個原因是 摩根大通曾經發信通知底下的員工 提到澳門 香港 台灣的時候 不可以把他當作一個國家 結果今天這個人 他就是要進 他要進摩根大通的辦公室 然後記者跑去圍他 結果他第一個 要求攝影記者說拿攝影證出來 然後再講忍不住 回了一句嘴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馬上就開打了 馬上 是中國人都不行 對 外面這些示威者 你看他還穿越這些攝影記者 直接衝上去 當頭就打了一拳 然後後來臉部見血 那個白襯衫 全部都是血 這個影片後來被傳到中國大陸去 很多網友群情激憤 因為金融產業在香港 一直是地位很高 白領階級 但現在這個看起來就像是 所謂的藍領階級 或是示威人士 對白領階級的反攻 而且他直接講 旁邊 你知道旁邊這些群眾 一直在喊的東西就是 回中國 穿白襯衫那個真的就是 摩根大通的員工 真的被打得好慘 而且他是中國級員工 那如果你覺得摩根大通 這個被打就算了 最近連星巴克 你說星巴克總部 不是在西雅圖嗎 為什麼香港 為什麼連星巴克也被抗議呢 我跟妳講 妙就是妙在 因為星巴克在香港 是由美星集團所經營的 美星集團創始人的女兒 五叔親 美星是不是我們經常 買月筆的那家 對 所以美星底下有很多 有餐廳 茶餐廳 星巴克 它每一個地方 要嘛就是被人家 一直抽那個報到單 然後所以根本沒辦法營業 那要嘛就是被人家打 而且我看到他被噴漆 被砸 然後根本星巴克在香港 你現在幾乎找不到一家 還能夠營業的星巴克 因為他在香港 是美星集團全權代理的時候 連黃之鋒 就之前那個學運領袖 也要求星巴克撤回代理權 所以美星集團 他的這個女兒五叔親 是因為在聯合國演講的時候 說到你們西方媒體都有所偏袒 他挺警察 結果整個美星集團 都受到抗爭群眾 非常嚴重的攻擊 連一個女明星都被打爆滿臉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這個女明星 還演過我們很多看過的電影 這個女明星叫馬提露 這個是她的藝名 她的英文名字叫Seline Ma 她上街看到這些示威群眾的時候 她跟他們口講 然後講到最後 也一樣被打得滿臉是血 我們當然會持續帶您來關注 香港情勢的變化 緊接著帶您來看的是 而中國企業界的國進民退 現在傳出另外一樁 詭異的死亡事件 我們來看到就是在今天媒體 大篇幅報導的 中國神秘富豪張振興病逝倫敦 開始傳言紛紛了 有人說他是真的生病嗎 他會不會是假死呢 還是被生病呢 因為現在國進民退的進度感覺 越來越快 而且感覺手段越來越激烈 如果順利的話 好的這些企業政府直接接手 直接國進民退 但是變成說有一些企業 如果不聽話的可能就 不聽話或是這個企業的狀況 是很糟糕的 他可能負債 他可能救不回來 他似乎直接就要讓他整個爆掉 可是在爆掉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一些真相會浮出檯面 而最關鍵的這些創辦人 似乎就是這些keyword 那怎麼辦呢 而這些創辦人 要嘛就死得不明不斑 我們就發現有的人 要嘛就下場淒慘 意外 自殺 猝死 病死 要不然就是被 坐牢直接就被關走 而且是莫須有的罪名 不然就上吊 不然就輕生 我們先來看這個案子 先鋒集團是一個什麼樣的集團 其實先鋒集團 張振興這個訊息傳出來的時候 金融界其實是非常震撼的 非常震撼 因為他旗下的這個 這個網信 在2016年還拿到了這個 最佳互聯網機構 平台的一個獎 然後在2017年還得到一個叫做 金融機構創新科技的這個 最具創新科技的平台 這樣的一個獎項 那這個其實非常的奇怪 他才48歲啊 而且他還沒死之前據說 這就已經盛傳了 他有可能會假死 好 那因為這段時間呢 就傳出很多財務周轉的一個問題 因為他網信是不是後來出問題 網信出問題之外 因為網信就是一個P2P的平台 就爆雷 P2P是什麼 這兩天一直在談P2P 因為P2P是這樣 就是說 我民間需要資金 然後投資人有錢 我去撮合嘛 所以他是一個平台 一個平台 一個放貸平台 對 那照道理 這兩者都是應該是弱勢者 需要錢跟 這個拿錢出去的 然後平台就像是一個中介 對 但是後來這個 網友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P2P的發展 越來越婆婆 越來越婆婆 以後發現 出來借錢的這些 好像都是國企底下的民氣 結果都是他機構 結果等於是 向民間吸金之後 把錢搬到民氣 所以變成大家懷疑 根本P2P就是 政府背後一個手段嘛 他要去解決 國企的可能產生的金融問題 把這個金融問題轉嫁給誰 轉嫁給民間嘛 轉嫁給民氣 或是這些民間投資人嘛 然後老百姓呢 把錢放到平台上去放款 對 就是賺利息之後 這個平台倒了 老百姓的錢 血本無歸了 血本無歸 然後這些民氣 為什麼這些平台會倒呢 因為他在把錢 放款給這些民氣 等他這些民氣 財務出了問題 爆雷了之後呢 這些民氣又被國家給收走了 對 所以這個張正興 這個 促使這件事情 大家就發現說 他其實有曾經跟央企 跟銀行有求援 他有去跟他求救 但是他就不理他 但是他就不理他 直接讓他爆掉了 然後甚至在這過程中 他們 他旗下的公司 像這個中興控股 也被這個突英放空 我們其實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中興控股的股價 我們如果換成K線圖 放成月線的話 就會發現他出現一個 很大幅度的一個下跌 那這樣順理成章 這件事情 是不是就這樣子 結束了 那其實國進民退的這個過程 大家發現手段其實 越來越激烈 不只這個張正興 張正興 這個大家會覺得 是好像生病死掉 直接 甚至有另外一個是直接 大家也懷疑說 他是不是被設計就是自殺的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 國進民退的例子 叫東北特綱 東北特綱 他是 因為這個為什麼 例子網友特別拿出來討論 因為東北特綱是 特殊綱三大集團之一 而且當時 他在2011年的時候 還去這個接手了 這個輔順鋼鐵 所以他其實跟 政府的關係是很好的 可是2016年傳出 他們的在台高主 大家懷疑的是說 你東北特綱跟政府的關係 這麼好 那為什麼不來救他 結果就在他傳出 在台高主的時候 這個董事長楊華 既然就上吊親身 他也很年輕 非常年輕 所以他們就在懷疑說 他的死 是不是為了止血 就要讓整個案子 就在這個地方落幕 因為背後 是不是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真相 因為現在反貪腐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所以說東北特綱 政府會透過混改 一樣的收回去 對啊 所以是不是 在這個混改的過程當中 有太多的內幕會爆出來 在這邊止血 他自己也覺得沒辦法 那因為這個混改 就讓他想到1953年 想到1953年 當時中共政權 他就是要國進民退的過程 國家進去 把民間踢出去以後 整個接手 當時四個月 上海的企業家 跳樓876個 是不是跟現在的場景 很像 很相似 我們台灣有沒有類似像P2P平台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說 P2P這樣的一個爆發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應該是在什麼 就是 現在大陸的企業 未來要融資會很困難 就我們剛才講融資會很困難 所以台灣其實有一些 四級金融機構 四級金融機構 就是做租賃的 他在大陸發展得非常好 而且法令健全 機制健全 整個體制也做得非常好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個叫中租 中租敵和 中租敵和 他有進軍中國 有進軍中國 那雖然我們看他今天的股價的表現 其實還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因為這個事件 我覺得他還需要一點時間去發酵 那看最近的線圖 中租敵和比較不像P2P 他是一邊是投資人 一邊是民企 對 民企 他是自己的錢拿出來融資 當然也不是大陸的企業有進入在做這個管制 所以相對是風險比較低的 風險比較低 而且我覺得重要一個關鍵就是說 他是我們台灣企業過去的嘛 所以他的一些管理機制 是比較完善的 是非常的完善 所以我這樣觀察 接下來幾年 接下來這幾年 P2P一一爆雷 真相一一浮出檯面以後 這些民企要融資會產生很大的困難 那他會找誰 會往哪個方向走 一個可能就是中租 而且最近他們的業績非常好 一直在成長 一季就賺三塊錢 一年還配出4塊多的這個現金股利 然後我再舉另外一個這個育榮 育榮 育榮 育榮集團旗下的 他也是做助力 當然最近股價也是平平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他最近配出來的現金股利 5塊6塊 非常的好 然後也是非常的一個穩健 那同樣也是在大陸 從事這個區塊 所以未來這幾年 也許就是他們竄起的時候 那說了業績 最近業績最好的是誰呢 蘋果概念股 因為想不到新蘋果買氣大爆發 不只是買氣大爆發 據說相關的供應商不斷被追單 真的真的 那這一次有點跌破眼鏡 iPhone新機 業務率大賣 對 沒想到大樂賣 現在台灣 美國 這個蘋果的官網告訴你說 對不起 可能這個排到10月底才能給你手機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如果你要買燕幕綠 特別是那個很夯的顏色 我們往下看下一頁 你會發現他們的訂貨時間 預計的發貨日期都要比訂貨時間晚 兩到三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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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沒想到大家都在蘋果的專賣店大排長龍 比如說這個假期當中 物流業不是要停止送貨嗎 京東方寧願多戶員工加班會 一定要把蘋果的iPhone 11給賣出去 但是中國本來去年這個iPhone賣得不好 今年為什麼賣得好 大家請看剛才那一張 前面那一張 前面那一張是他這個訂貨 以及放貨時間 請大家注意 差到最多可以到三個禮拜 現在這個iPhone的新機 大概五千九百九九塊的這個人民幣 一個人員的一個吸水 他們成為甜蜜點 一個月的薪水來買一支手機 更重要他們史無前例的 二十四期免利息的分期戶款 你看那一支手機 一個月只要付兩百五十塊人民幣 對啊 月付二五零 五九九九 這是來到了價格的甜蜜點 對啊 兩百五十塊人民幣 就買一支這個iPhone的手機 難怪賣得下下叫 那現在對這個瓶蓋股業績的影響是這樣 本來大家認為說 到了第一世紀賣得不好囉 就砍單 現在沒有砍單還要追加10% 追加10%大概就八百萬支 那郭明啟預估這個iPhone11 本來是賣六千五百萬到七千萬支 現在上修七千萬到七千五百萬支 所以呢 這些公司平蓋股在第四季的業績 就立刻會起跳 好我們來看一下業績 我們先回到第一章 我們來看到紅海九月份的營收 也傳出了捷報 紅海九月份的營收 第三季營收衝向同期新高 紅海股價漲 市值已經站穩兆元 所以我們再往下來看 其實不只是蘋果 連Mac 30也出現了追單的情況 所有相關的平蓋股 以及華為概念股漏翻了 所以中美貿易戰其實大部分的需求都下滑 只有這兩支手機iPhone 11跟Mac 30 所以我們來看到營收數次表是錯 當然這個還不是完整的報告 但是至少目前我們知道的 請觀眾我教大家看這一張表 因為我們看一下前三季的營收年增率 這個地方為什麼 因為9月營收公佈完了以後 第三季的財報 前三季的財報 要11月14要公佈 所以營收之後就公佈了這個財報 我們看一下 年增率比較高的這個地方 金元電有21%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新普也不錯15% 最多的是台表科 30% 所以我們直接看 6278台表科的這個走勢 其實它的股價最近來講 還沒有真正漲 大概差不多73塊左右 但它剛剛那30%是前三季度 前三季的成長 所以它前三季的財報一定好的 那它今年上半年的EPS 已經超過3塊 去年一整年才2塊多 所以今年有可能會達到6塊 6塊來估的話 現在本利比只有十幾倍出頭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真正的黑馬 有人說這次iPhone 11 有人做實測 哇 讓它摔 他們說有史以來 最耐摔的iPhone 所以誰負責了 機殼 可乘 我們看資金間的可乘 可乘的股價 今天就漲了6%多 因為據說今年要賺18塊 對 而且外資把目標價 給提高到300塊 所以你看它的走勢 就在這幾天 開始了這個緩應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中美貿易戰 這個禮拜就要談 談得好的話 12月15號 iPhone跟筆電 可能就不會再加 可能就不會加稅 所以我們看平蓋股裡面 跟筆電有關的 是2387的晶圓 2387的晶圓 今天亮燈的漲停 為什麼 它那個MacBook更改了鍵盤的設計 所以對金遠來講 就很大的利多 它先前已經漲了一大波 到了43塊 整理很久 今天又似乎有點發動的跡象了 直接帶您來關心的是 已經好久沒有出現在版面的聯想 突然之間變成了中國飛機夢起飛的夥伴 我們來看到聯想現身在B站嘉年華 什麼是B站嘉年華 等我來告訴您 它揭曉了國產大飛機的製造黑科技 我們很難把聯想跟飛機連接在一塊 對 一個是做電腦的 PC的怎麼會跟飛機結合在一起 事實上這是聯想的轉型計畫 事實上聯想在過去幾年來說 它也知道說NBPC可能會 慢慢的銷售量不如預期 所以他們提出一個叫做 智慧服務的這個新模式 就是要結合AR AI 還有這個大數據雲端運算 然後一個新的服務 那大家想說那這個講得很 那AR又跟飛機有什麼關係 對 那講得很補撒撒 那到底怎麼樣的服務 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畫面 這就是聯想在這個 他們中國都有一個B站嘉年華 那這個什麼叫 什麼叫B站嘉年華 它就是結合非常多 包括說像這個當前的網紅 還有很多動漫 漫搏 類似這些人物 然後在裡面一個很熱鬧鬧的這個嘉年華 可是照理這樣熱鬧鬧的嘉年華 怎麼會聯想會到這個地方去 而且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大的階級 對 看起來那像是引擎 引擎 這個飛機的發動機 然後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呢 因為它在這裡面要展示它的新科技 那新科技它其實就把一個座艙 一個駕駛艙 還有把引擎全部都搬過去 那你看 大家因為在裡面的話 沒有看過這麼新奇的東西 大家就在那邊看 那這是什麼東西 它展現的這個叫做AR的這個新科技 它這個AR科技叫做成星AR 那它是一個平台 那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是什麼 其實你是戴上了一個眼鏡 它這個眼鏡裡面來說 所以這個是我們戴上眼鏡所看到的景象 對 對阿官你可以看到 原本是有一個發動機對不對 你戴上這個眼鏡之後 還會出現一個新的發動機 那新的發動機 這是虛擬的發動機 它跟實體兩個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 譬如說 我說我要把它拆開的時候 你看虛擬的發動機是可以把它拆開 有沒有 你拆開裡面很多零件 所以你就看到裡面很多零件 對零件看非常清楚對不對 那這要做什麼呢 阿官 如果你要這個維修的時候 譬如說我不知道在裡面在什麼地方 我這個引擎什麼地方 壞了我不知道 好 我就直接在雲端下個指令給你 你把它拆開來 拆開來在什麼位置 哪一條線哪一條這個管線 全部都可以知道 好 我們放到畫面給觀眾朋友看 換句話就是說 維修工程師不用到現場 對 他透過遠端 那比如說阿官 雖然不懂 我們不會維修 但是透過遠端遙控 透過AR 我把這個畫面呈現之後 他叫我說 來來來 這個路線這樣 來來這條線這樣 我就可以修理就對了 對 你就按照他的步驟 他可以給你步驟 那你就按照這個步驟 譬如說哪一條線 弄到哪一條線 你就按照這個步驟 他可以顯示 他是還可以打出訊號給你 你看不到 他會給亮線 就是這一條 所以你就知道說 那是對的條 因為虛擬跟實際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維修工程師 是在遠端下指令 對 然後他下的指令 我透過我的AR 我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知道怎麼做 對 那這個你看 維修方面非常好 所以他現在這個聯想 已經把這一套用在 現在中國道的 很多航空公司的維修 就用這個 另外一個他做什麼 他把它用在飛機的製造上面 阿光你知道 一台飛機有300萬個零件 那300萬個零件裡面來說 很多零件是要很多人來做 譬如說線 你知道光是一個線 裡面就有1500條線 那1500條線裡面來說 你線跟線 對一條是對一條 你要很專業的人士才能夠做 所以以前這個工作要三個人 一個人是負責檢線 然後另外一個人接起來 另外一個檢查 要三道程序 那現在完全不用 現在你有這個黑科技之後 好 我就直接把那條線 哪一條線 就標得非常清楚 是哪一條線 所以你絕對不會選錯 那好 你選了那條線之後 要插到哪一個孔 他直接線給你看 所以你就直接插進去 所以以前三個 你就照他的指示 他跟你圈起來 你就放進去 以前要三個人 現在只要一個人做就好 所以他可以大幅的節省 而且他怎樣 他厲害的是 他可以把整個作業流程 全部錄起來 錄起來之後 我後來你直接給工程師去看 工程師就看說 沒有錯 這個程序完全正確 就過了 所以也不用檢驗 就直接雲端這樣檢驗就好 那你看他們現在把這一套 已經用在什麼 中國道很多的飛機的製造上面 全部都用到 像中國道最新的這個民航機 C919 就用了這個聯想的這個黑科技 所以你說說 原來是這個樣子 聯想才跟這個 這個航空業 兩個聯上了這個關係 好 而且成為C919的起飛夥伴 我們要來談談C919 對 C919很多人說是 中國的山寨飛機 他都是組合的 他是各國聖劇裡面 從他的引擎到各零件 都是倒起來 對 雖然很多人這樣說 說他是山寨 但是其實我們不必講 他裡面包括說什麼 航電系統 飛控系統 還有所謂的發動機 其實很大部分 還是他們國產 當然引擎他們目前 是沒辦法製造的 但是你知道 為什麼叫C919 C當然就代表China的意思 那現在就變成是 以前是這個 這個飛機就是AB兩架 一個是Airbus 一個是波音 波音 所以他們這個C919出來就說 以後是ABC 三組鼎立 對 沒錯 那919 為什麼叫919 9在中國大陸的這個講法 就是這個天長地久的意思 那19的話就是 事實上他這一組飛機 最多可以承載190個 所以他把它取名叫C919 那這台飛機 現在大概接觸了病單 所以他取名C919 有要去打破現在天空霸權 由波音和空霸主導的局面 因為C919根據目前他們掌握的訂單 大概有一兆人民幣以上的這個訂單 所以你知道說 你看他這個訂單這麼大 這麼大的話 當然聯想在跟他合作的時候 因為聯想說 他現在不只要導入C919 可能未來所有的商用機的這個 都可以用這一套AR系統去全併 因為這一套厲害的地方是在於說 他不是只有這個設備 你還要結合雲端的運算 還要結合一些這個 這個所謂虛擬的實境 還要結合這個人工智慧 所以這一套東西的話 他未來可以把它持續的商用化跟擴大 那我們講說 事實上中國大澳的商機多大 我們講說C919到底會不會賣得很好 我們看一個實例給大家看 最近中國大澳有一部新的電影 叫做《中國機葬》 中國機葬 對 中國機葬它其實在描寫什麼 就有點描寫說 他們飛機從四川起飛到拉薩 然後在上空遇到這個亂流 然後亂流的時候 一個這個機葬 機制降落的整個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來說的話 就講目前中國大陸的這個 他表達出中國大陸 現在很多人都在做民航機 那你知道 他六天裡面的票房 就突破15億的民地 所以你知道說 事實上跟中國大澳 航空有相關的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北京的這個大型機場 航空跟航空相關的 那現在聯想也介入航空事業 所以整個航空事業 航空體系來說的話 在中國大澳正式準備要蓬勃發展 所以航空產業是現在中國的當紅炸子機 但別忘了 聯想過去是做筆電做手機的 好像沉寂了一段時間 最近這個老品牌 紛紛都回歸 而且都帶了很厲害的武器 像上禮拜的微軟摺疊機 令人驚艷 沒錯 那現在另外一個品牌 大家要特別注意叫做聯想 聯想也要推摺疊機 它怎麼摺啊 好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媒體說它是雙腳鏈專輯 沒錯 這個非常非常厲害 透過畫面也可以看一下 它現在是一般的手機對不對 那它摺起來 摺第一摺的話呢 上面還有螢幕 下面已經先摺起來了一個概念 大家可能有點看不懂 沒關係 我這邊直接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來來來 直接 手機原來是長什麼樣 是長這個樣子 手機原來是長這樣 好 它摺起來怎麼摺呢 它有雙腳鏈對不對 那它摺多一點點的話 就像這個樣子 它這樣摺起來多一點 比如說像我這樣子 我摺一半的話 有沒有 就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 它這上面會留一點點的螢幕 但是它摺的比較多 那這邊也可以利用來做其他的一個功能 這是第一摺 那第二摺呢 那我也可以像這個樣子 我也可以摺少一點點 有沒有 我摺少一點點 上面的螢幕就多一點點 我可以做更多的一個功能 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雙腳鏈的設計 所以它是直的摺法 它是直的摺法 而且它是可以摺不同的一個大跟小的螢幕 你看一下喔 MOTOORA在早期的話 是像那種刀鋒機 讓大家有沒有很懷念 右邊畫面 右邊那一個 是MOTO的 MOTO的早期的刀鋒機 那現在的聯想的摺疊機 有一點取它這樣當成一個設計 有一點像 而且它做得非常薄 才有辦法像它這個樣子把它做出來 所以它當初有取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讓大家很期待說 早期那個讓大家印象深刻的 這個MOTOORA的刀鋒機 有沒有可能在聯想的摺疊機上面出現 但是呢 大家現在對摺疊機還有另外一個疑慮就是 它到底耐不耐用啊 之前三星一出來的話 不是出現很多問題嗎 只是它這個雙腳鏈 也有可能避開它這樣的一個疑慮 那我們看一下 三星推出新的這個摺疊機 它不是開賣了嗎 是 現在又傳出來了 它號稱可以摺20萬次 但是有記者拿到手機之後 幫它來做設計 透過畫面你看到 它裝了一樣的一個機子 然後幫它做直接這樣摺 這樣摺 到底能不能摺到20萬次 那到底能不能摺到號稱三星說的20萬次 結果呢 它透過這樣子不斷摺了十幾個小時 你看 摺到最後摺到第十幾萬次的時候 透過畫面你看到突然停下來了 哇 不是說號稱摺20萬次嗎 卡住 不能摺了 對 那它仔細把這個機器拿下來看 然後把它打開來 開機之後發現 完蛋了 摺了十幾萬次之後 現在開機畫面 一開了之後呢 欸 既然呢 等一下它現在已經出現了一條線對不對 一條白色的線 再過沒多久 一邊一幕 沒了 所以說 所以摺疊機的關鍵是在 它到底耐不耐用 它的故障率高不高 它的故障率高不高 那它的故障率高不高 我相信 其實聯想推出這樣一個方式 是不是能夠成功避開這些地雷的話呢 大家也在等著看 好 另外它的筆電呢 OK好 那它的筆電呢 大家也很期待 它筆電呢 有點像微軟上禮拜提出的那種 摺疊式的一個方式 等於說你摺起來呢 然後呢 打開是一個平板 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 但是呢 如果當你摺成一般筆電的一個樣子的時候呢 欸 鍵盤馬上就拉出來了 它可以直接在觸控螢幕上面直接打 打你所需要的資料 現在就變成一個新的一個筆電這樣的概念 可是呢 它又少了一個鍵盤 那你又可以把它當成平板來用 重點是呢 你現在打開之後 其它旁邊還有一支 它鍵盤是藏起來的 你要用再拉出來 它鍵盤就是觸控螢幕 它的鍵盤就是觸控螢幕 但是它可以消失 對 讓它的畫面變大 變成一個平板 因為當你要用筆電的時候 讓它平占比大一點 對 比方用筆電 那個鍵盤又可以把它拉出來 最符合多功能這樣一個需求 好 也就是平板 筆電 雙小合一啊 幹電股怎麼看 好 如果看這個大型股來說的話 因為它的這個過去的代工 像2324的人寶 或是說像偽創 他們這兩檔的話都還不錯 但是問題是它就是 不像323一樣 對 因為它股本太大 所以你要說它有爆發力 我覺得這個不至於 那我們反而要Focus的是比較 聯想供應鏈中間 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像6121的新普 你看它是做這個電池 NB電池的 當然隨著這個NB電池 還有手機電池 都在出貨之下 你看它的股價 就比較偏向是多頭 很漂亮 股價很漂亮 對 8155的博智 它是做這個印刷電路板 它主要也是供給這個給聯想 你可以看到它的股價 就是比較偏向多頭 你看幾乎是股價 站在所有的均線之上 我覺得這都值得留意 另外一個2385的群光 就剛才講到這個雙腳鏈 可能都跟它有點關係 或是說像這個 這個鍵盤都跟它有點關係 你看它股價也是一個多頭 所以你看 因為聯想的NBPC 出貨這麼高之下 當然對這些供應鏈 我剛才再講一次 6121的新普 還有這個8155的博智 另外一個2385的群光來說 我覺得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然後就在那裡 我就想看 在那裡 這次是 我先去打字幕 我先去打字幕 那邊 我先去打字幕 我先去打字幕